今早的AT國股推介第一隻是金沙中國1928 首先,豪賭業雖然步入淡貴 但勸商普遍預計行業復甦的勢頭不變 其意是板塊股值復收仍處於初階 金沙中國相對行業和本身歷年的估值 都處於吸引水平 行業龍頭之一的金沙項目屬於綜合度假村兼賭場 專注中場業務教授位於行業復甦 在行業持續復甦以及金沙本身在物業具規模和設施多元化 而且賭場集中在中場因素支持下 有望教授為行業復甦 幫助他們收入增加和盈利轉正 並且令到他們的債務情況有所改善 由此月中金沙公佈今年第一季業績後 至到截稿前 券商給予金沙目標價平均值36元 較金沙上星期收市價27.3 高出大約31 第二隻推介股股是領展823 領展因公股消息令股價回落 但近期已靠穩 預期接近6厘股息 可以令到領展抗跌力增強 領展突然在2月公佈以5公一的比例公股 消息令到股價急跌 不過現時公股消息已消化了 未持有領展投資者 可以趁現時股價較高調整 是吸納的時機 領展去年全年可分派總額微升0.6%至63億1000萬 可分派較預期的少 市場普遍認為主要是因為利息高企 令到財務成本急升 抵消了本港租金收入改善有關 未來隨著逆後經濟逐步向好 將會有所改善 大罕高盛亦認為 隨著本港經濟轉好 雙領展有能力加租 集團本港零售資產出租金升至 出租的比率升到98%的新高 而且透過改善租戶組合 與其未來續約的租金調整率 可以維持去年的7.1% 投資者現價吸納預期將享有大約6L的股息